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次是中国大陆的0.68兆 日本的0.43兆 至于台湾也有500亿的消费商机 现代人宠毛小孩 真的是不惜砸重金 我们来看一下英国有一家公司 打造出如此地表最贵的狗狗豪宅 要价600万台币 外观融合了罗马帝国 还有西班牙殖民地别墅的风格来建造 气派又豪华 内部装潢也不含糊 地板是由山毛举 橡木 以及落叶松等硬木制成的 还配备有自动照明系统 自动喂食系统 甚至还有电视音响系统等等 看到如此的狗豪宅 真的应验了一句 金窝银窝不如这间狗窝 光是住得好还是不够的 还得要穿得舒服 于是有公司也推出了一件 全世界最贵的狗用夹克 要价14万美金 折合台币432万元 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主要就在于夹克上头 涂有24K金奈米涂层 说是比钢还要印上15倍 刀枪不入 但是舒适又透气 夹克上面还可以箱上 钻石拉水晶等等 让狗狗贵气逼人 科技日新月异 的确让宠物科技正当红 像是洛杉矶就有团队 推出了宠物伴侣机器人 主人不在家的时候 可以帮你跟狗狗玩耍喂食 甚至还可以监控录影 让主人可以安心 此外狗狗也有专用的 智慧穿戴装置 透过APP跟项圈上面的 GPS定位系统连线 四主不但可以掌握 狗小孩的健康资讯 活动状况以及行动位置 而且宠物万一真的失踪了 也可以靠着GPS找回来 不过也有人会问 养真的宠物既花钱又费心力 如果养一只机器狗又如何呢 华游记者还真的做了实测比较 我们先来看看这则报道 这是Sony出的机器狗 他曾经在2006年停产隔了11年 重新问世 直到今年9月才在美国开卖 不过售价可不便宜 这则报道价2千9百元 你怎么能够资计 华游记者把一只台币快9万的机器狗 拿来跟真狗Lola比一比 机器狗跟真狗狗一样会看主人脸色 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 什么不能做 以机器人来说 Ibo的动作已让人惊艳 有22个关节的他几乎跟真狗一样 开心时尾巴还会咬啊咬 适合想要狗狗陪伴 却没时间照顾的人 或是养狗环境特别严格的地方 像是山东的济南市 就执行养狗信用积分制 加强四组对爱犬的管理 犬石绑省率由当初不够20% 增长至80%以上 攻击人的概率也都大幅降低 但有四组美榜神被警察领检 竟然把狗狗塞到袋子里 想蒙混过关 在大都市里养狗 还是要多些功德心 才不会造成其他民众的困扰 机器狗的互动性 当然不如有跟感情的狗狗来的热情 而T1点也曾经为您报导过 日本人现在爱养猫更剩于养狗了 我们来看一下数字 这是2017年的统计来说 这个宠物猫现在已经比狗狗 要多出60万只 部分的原因就是人口的老龄化 照顾狗狗比猫咪更花体力 还有就是猫咪比较安静 适合公寓大楼 不会吵到邻居 所以日本企业夏普看准了 喵星人商机 推出一款特别的智慧猫纱盆 直接介入猫咪的排泄 跟体重的状况 来判别爱猫是不是健康 手机APP还可以把搜起来的数据 进行长短期的比对分析 如果有异常的话 就会主动发出警告通知主人 我们继续来看 日本人爱猫还以日文谐音把2月22号定为猫咪日 业者抓紧这样的猫咪商机 推出新产品 看准了现在越来越多四竹把宠物当孩子养 业者决定开创事业新版图 研发了这台具有记录与提醒功能的猫咪变盆 厕所里内建两组与网络及时连线的感应器 能够记录猫咪体重排尿次数尿量与使用变盆时间 并把数据同步传回鸟取大学研究中心 分析后的猫咪数据会再送回四竹手机 如此就能让主人随时掌握猫咪健康状况 宠物不像人类会说话 有什么病痛第一时间难以被发现 而猫咪最容易出现的疾病之一就是肾衰竭 透过这台指挥猫厕所 让四竹能及早发现猫咪异状 而业者也看好这种搭配互联网的宠物用品 能在2020年创造100亿日元的业绩 但宠物的寿命毕竟不及人类 一旦猫小孩离世之后 主人往往是难过又不舍 有没有可能再复制一只呢 我们来看一下1996年 自从全球第一只复制 普鲁类动物陶丽羊 它诞生之后 陆陆续续也复制了很多其他动物 比如说牛 马 还有中国大陆甚至有复制猴的出现 但是复制的道德伦理争议始终未先 好 再来看到了南韩 现在也宣布 经过多年研究 他们利用了表皮细胞来培养除胚胎 利用拉布拉多犬当作代理孕母 成功制造出第一只复制狗 取名叫做史纳比 它是阿富汗猎犬 虽然一只要价十万美金 但复制出来 不管是毛色或者是它的花纹 都跟原来的狗狗是一模一样的 吸引了很多狗主人关注 可爱的小狗一看到镜头 就活泼地跳来跳去 想要被摸摸头 不过这些狗狗一直要价十万美金 相当于三百万台币 因为它们全部都是 人工培养的复制狗 越来越多人把狗当成小孩养 宠物过世就像失去家人一样心痛 像是英国这对夫妇的爱犬 被医师诊断出罹患肿瘤 不到一个月就永远离开他们 这对夫妇在网路上 看到南韩的生物技术公司 专门提供复制狗的服务 不管是花色 斑点 眼睛的颜色 全部都一模一样 于是他们把爱犬的皮肤细胞冷冻之后 送到南韩这间公司复制 要复制一只狗 并不需要侵入性的手术 只要一点点的皮肤细胞就够 就算你不住在南韩 也可以请当地兽医 采集狗的一小块皮肤 冷冻空运到南韩 就能开始复制程序 研究人员先从母沟体内取出卵子 再把卵子内的细胞核抽取出来 换成要复制的表皮细胞 研究人员 最后把胚胎放入代理孕母的子宫内 两个月后 量身定做的狗狗就出生了 为了要区别出复制狗 研究人员还会加入特别的基因标签 使狗的指甲呈现荧光黄色 研究人员说 他们的客户来自世界各地 其中不乏王室成员 以及亿万富翁 因为宠物毫无保留的爱 对这些人尤其珍贵 这间生计公司最早的业务 是帮俄罗斯军队复制军犬 保存军犬的优良基因 虽然复制狗要价昂贵 也无法复制记忆 不过对很多主人来说 看到跟爱犬一模一样的狗 出现在眼前 不管多少钱都值得 南韩跟台湾一样 有少子化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2017年 南韩全年的平均出生率 只有1.05 比台湾还要来得低 大家不养小孩 却很愿意养宠物 而且比例持续增长 南韩的四主 是非常舍得为毛小孩花钱的 让狗狗去上幼稚园 甚至学瑜伽 也会帮宠物举办生日party 甚至还推出了宠物身份证 让毛小孩真正成为家族的一员 南韩人气网红 浦莫来奶奶为了帮宠物过生日 亲手制作南瓜蛋糕 替家中毛小孩亲身 这样的宠物生日party 近来在南韩十分风行 因为办派对需要准备许多道具 还有业者向重商机 不仅帮忙张罗 饼干 软糖等宠物点心 还提供宠物派对道具租借 南韩生育率近来逐年下降 但养宠物的人却越来越多 也很舍得为毛小孩花钱 让业者大发宠物财 据统计南韩养宠物的人口 已在去年突破一千万人 宠物经济市场 也有望在2020年 从目前的三兆韩元 成长到六兆韩元 相当一千六百四十六亿元台币 除了伤金无限 南韩经济道龙人士 还帮毛小孩 制作宠物身份证 宠物身份证 不仅象征着毛小孩 成为家族一员 还能避免宠物走失 龙人士也打造 南韩最大的宠物游乐园 提供宽广空间 让毛小孩自由奔跑 乐园内会依照大小行犬 做分类 避免意外发生 不仅让宠物玩得更尽兴 也让主人更加放心 至于台湾的四主 根据宠物杂志的调查 每个月在毛小孩身上 花费两千块钱以下的 占了有四成 至于花费两千元以上的比例 更是逐年的提高 现在已经成长到24%了 甚至有忙碌的侍族 很愿意花钱帮宠物找保姆 使得宠物保姆 现在也成为了炙手可热的 新兴服务 自由的让小狗上下床 在家里活动 它是宠物保姆Teddy妈 自己除了养两只辣长狗 每个月有九成的日子 也照顾别人家的狗 有的比较喜欢玩球 家里就准备很多狗玩具 墙上也有一堆牵绳 只要好天气 都会带狗狗出去溜一溜 像Teddy妈这样的宠物保姆 近两年开始夯 收费比宠物旅馆低 是优势 宠物旅馆现在也不流行传统那一套 不把毛小孩关在笼子里 但照顾起来也要特别费心神 工作人员每天都要拍照 传给毛家长 还要做记录 24小时都要有人值班 业者坦言生意不好做 经常连续几个月都是淡季 只有十几只毛小孩 忘记像过年 尖锋时段才有五六十只的照顾量 业者透露平均每天照顾二三十只狗 收费从700到14分三个等级 大部分以小狗为主 如果以月营收40万为例 扣掉人士成本房租和水电 利润其实很少 尽管养猫狗的人变多了 请专业人员照顾也是新趋势 宠物寄宿市场蓬勃发展 却也竞争激烈 还有很多人看不到的心酸甘苦 但是光是提供物质并不足够 既然养他就要懂他 等一下专家还要进一步 跟我们分享宠物教养心理学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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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